所以 我们什么时候 一起去派证件照 身份人带了吗 当然带了 来不及去食堂吃了 买了个玉米汁 好呀 走吧 你好 我是邀请我把里员工 这是我女朋友 来看篮球赛 来 登记一下 来访 背访 都要填 不好意思 带久了 习惯了 158锁的 对 女朋友 要 来看篮球赛 是 出来的时候拿饭上来这儿 好 谢谢 谢谢 温玛 戴着口罩 怎么喝玉米汁 谢谢 但木倒数说 我交了一个大美女女朋友 我想正式炫耀一下 好吧 那我就成全你吧 小心啊 你都早说嘛 我今天只涂了隔离 而且我都没洗头 感觉颜值只有巅峰的二分之一 是吗 我看看 怎么能说二分之一呢 起码三分之二 过来 玉途 打你 玉途 你跑哪儿去了 这比赛马上开始了 马上到 在门口接津津呢 接谁 津津 妈呀 太厉害了 小姐 小姐 我刚给玉途打电话 结果他说要去门口接 那谁来看比赛 那谁是谁啊 你说清楚点 朋友 真的 不会吧 不会就是大梦之前一直说的那个 大美女女朋友 太好了 这大梦之前说得我好奇死了 只想看见这女朋友到底有多美 来 玉途 来 玉途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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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途 这儿 语图说女朋友 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啊 乔晶晶 是乔晶晶吧 什么情况 我们打夜联球比赛 还得请女明星大娃娜队 不是 语图签了她的什么呢 小妍 她明明就要是乔晶晶啊 天哪 真是的 小妍 小妍 你在 一公有何吩咐啊 晶晶交给你了 我正帮你保管得妥妥的 大家好 我来看于途的篮球赛 随便看 你赶紧换衣服 走吧 我换衣服 大家往那边补一下 晶晶坐这儿 好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晶晶这些呢 都是我们所的同事 然后这位就是于途的女朋友 名字不用我多说了吧 不用不用不用 谁也不知道 就是 这也太神奇了吧 对啊 这谁能想到 乔晶晶是我们所同事的女朋友呢 其实没有那么神奇 我和于途是高中同学 那你们高中情侣到现在 抱歉 我不是爸爸 可以 没有没有 我们高中的时候 都有在好好学习 没有太恋爱 就是多年以后 发现对方都没对象 所以凑一凑就在一起了 一 三 我可不信 好可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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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晚上开始了 你过来干嘛 压力有点大 感觉今天 不饮很难收场 我相信你可以的 加油 相信自己 老当义状 天啊 天啊 亲亲 快快快 快快 快快graduate teenager 他隨着 你快甚至 爱悄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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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咦 了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最后那个三分球实在是太帅 有没有输给年轻人 跟你自己比的话倒还是不太行 以前高中的时候你打篮球 明显直接冲撞很多啊 像现在直接改投三分球了 这明显是体力 明显是技巧取胜的吗 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啊 好帅啊 我好喜欢 赶紧回家 赶紧回家 怎么样 我的真真叫有没有美乐天仙 你让我看一下你的 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弄帅 我来比一下 谁最好看 这怎么比得出来 做对比 难道不要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 相同的灯光 同一个摄影师 同一个地点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要这么严谨吗 要的 所以 我们什么时候 一起去派证件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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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